嗨 我們馬上回來了 歡迎收看記者行 豬介五聲音樂版的 Episode 2 就是這樣 飛機球如何把分數打高 因為剛剛馬上拍完 然後這次不需要很多的ray 就可以繼續的進行 把分數打高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吊詭 很多的人都覺得說 我要把分數打高就是 我可能要專注力更高 我要出更多的力氣 要用更好的球 如何去追求追求的 要把大拇指打下去 擊下去 才會把那個球瓶給打倒 那我分數就高了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其實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盡可能的要去練到 我們熟練的那個完成形 是你可以在六局裡面 一百多個投球數裡面 盡可能做到一樣的動作 所以你的目標不是開強陣 不是就是在六局裡面 你開強陣打完一百多球 然後你的體力負荷 因為你開強陣的情況下 你的體力一定會下降 所以要打分數打高的情況下 一個就是 你要讓你的動作回歸到 你可以控制的那個基本功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基本動作 到底什麼是基本動作 基本動作就是你可以很自然的做出來一樣的事情 那就是你的基本動作 所以在我想把分數打高的時候呢 我就是覺得 我的手不需要去做額外的動作 我的助走 它的節奏是流暢可以去掌握的 何謂助走流暢跟擺盪搭配 這個非常重要 這也是大家常常遇到的迷失 就是例如我什麼時候下球 我們傳統在講第二步 手跟腳出去 腳到手到踩下來 那這個是一定的基準嘛 其實不然就像神英德講的 他其實覺得下球的時間也在二步半 那為什麼我們在教學上面的時候呢 還是會回到手到腳到呢 因為它是一個最容易記憶的點 它的記憶除了你的腦袋容易記之外 你的手透過腳踏到地板的感覺 你的肢體的反饋跟你的肌肉會產生連結 你會知道說這是你一個熟悉的角度 但也許它不是最好的 所以往往我們的基本功在架構的時候呢 作為一位教練或者說 一位東保林球的這些研究者 我們盡可能的把基本功架構到80% 而這80%之後的選手 他可能會因為他自己個人的一些差異或他會去調整 例如就像我在跟Josh講的那個一樣 就是當男生會打球的時候他的手會出力 他的手出力 沒錯是可以幫助你達到更快的球速 甚至是更有爆發力 但是他會去破壞你原本這個架構好的80%的這個基本功 所以你的助手的節奏跟手腳的搭配可能就要重新打掉 打掉可能嚴重 但是你至少需要像四輪定位一樣重新校準 而這個校準的時間不短喔 也就是今天你的擺盪的手的時間變快了 你的手腳搭配又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蠻多幾十局的局數才有辦法把它練死吧 所以打球真的就是一條追求完美的道路嘛 那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面你就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那如果你只是覺得我的手的技巧會了 我要把它加注到我原本的動作上面去 他其實不是說加就加的 因為他可能會去破壞到原本的車體平衡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車子換了別的物件了 那可能你的避震也要換了 你的什麼的相關的東西都需要去做調整 所以當我練了蠻長的時間之後呢 我找到一個我比較能夠去認同自己的這個基本功之後呢 我就花時間去練他 那去練他的過程當中 我的拳導其實是出不來的 那非常的困擾吧 就可能整局打下來 兩個try 然後都在解10倍 那10倍偶爾還要自殺LOG一兩隻 分數可能會往下掉 那在過程當中一定會懷疑啦 就是會懷疑說 自己到底怎麼進步的這麼慢之類的 那這個其實是無可避免的 那甚至有很多時候我是就是以賽代訓 就是透過去打週賽的時候去練球 去學習東西 所以有時候週賽的分數高低 我其實並不是很在意 因為如果我是在練球 或者說我去試東西 是我的技巧是否可以運用在賽事的節奏上面的時候 我不會去很在意分數 那當然如果我現在想要充分數的時候 我就會去很在意我的分數嘛 那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我就會去試著去讓自己的那種專注力 回歸到就是平常心認真打 我們龍門 王本龍師父所教的平常心認真打 這個真的很難 就是打球 尤其像我跨一個球路過來 當我的專注力下降的時候 我的解球就會完全的跑掉 就我可能會完全的打不到 那你要很專心的去做的時候 你的身體可能也會過於的僵硬 那如何做到恰到好處 你可以維持到你可以看準點 然後把手把球放到你要的點上面去 把動作完成 這件事情它可能需要你一定程度的專注力 那它就是 你不能鬆懈到完全的放鬆 甚至換散 或者就是上去就把球丟了 但是你也不能專心到 你自己是 鎖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然後甚至是有一點點肌肉僵硬 讓自己的 沒辦法 除了點之外 你沒辦法去感受到你身體的 動作是否有完成 甚至就是求到的變化 這個是也是不好的 所以平常心認真打 這個真的是 這個心法我真的覺得 師傅講完到現在二十多年 我還是覺得很受用 所以在打飛碟球的過程當中 我試著去找到那個基本型 然後去追求我的動作的完成度 那分數可能上不來 那分數上不來的時候 可能連帶的我會去想到的是 我的球的壓制力 那第二就是我的點 因為其實有時候 當我在當局者迷 會犯很多錯誤 當我跳出當局者之後 從一個教練或從一個保齡球的 一個研究者的角度來講 我馬上可以告訴我自己答案 我就覺得自己很蠢 那是否真的能夠多功分功的那麼好 很難說 但是在我這邊來講 我至少自己 自己常常是在鑽那個牛角尖 所以我在練球的過程當中 我可能知道我沒辦法 哭那麼多 我沒有辦法去顧球的反應 我沒有辦法去顧疑點的修正 我只能先練自己的基本功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把基本功 盡可能的練到準 那這段期間 他的分數可能也不會上來 那過程也是相對無聊的 就像在最新的影片裡面講的 打區球的樂趣 至少借球也很好玩 你看他在那邊跑 那飛列球就只有你 你有沒有做到 你沒做到 球可能就丟到別的不該去的地方 那你做到就是完成 你只是做 就很像checklist 登 做到 登 做到 登 做到 沒做到 它就是一個負面表列 就是 好像小學生的考試一樣 你只有考一百分 考不到一百分就被老師打 那對我來講 沒辦法吧 我如果想學好他 我就是盡可能去做這些事情 那過程當中 常常會想要攤打全島 想換點 那換點的話是 就是 例如說可能你調整不一樣的進球角度 那甚至佔斜一點點去讓球尾 比較不容易 那麼容易開花 或者說比較容易亂談的機會 去換了之後呢 往往你就是 如果你的原本的點 你就是沒有那麼準的情況下 你又換了一個點 那打下去 也許他會去彌補掉你的點的不準 就像之前我在教學的時候 也跟學生去講 我們盡可能先把基本功 把你要打的那條線打準 不要去貪打那個斜的 因為如果我們在打保齡球 尤其是打飛鐵球 直線路線的 你打直的 偏的就是偏的 你很清楚 但是你打斜的 你斜這樣 斜這樣 斜這樣 包括我影片看起來都差不多 所以換言之 當我打斜的時候呢 我打到一二的六分之一 到一三的六分之一 那他那個range很大 十多塊板的情形下 你都摸得到一號坪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就會自買於說 我的這樣的分數是可以上來的 那那個分數其實上來之後是假象 因為你可能可以在短期內 手感好 球評關係好 突然打個一兩局的高分 但是整體來講 他的穩定性是不足的 因為他並沒有收斂到 就像我們之前去做的那個奧運模擬賽 要洪師傅到底有多厲害 他可以一三一直打到那個地方 那就是他可以在國際上面 取得好成績的一個原因 因為他打到的不只是一號坪 他打到的是一號坪指定 右邊的那一側 甚至厚薄度都是在他控制範圍 那當然人總是會失守 或者是球道因素會變化 那就是需要選手去領場去調 但至少他能夠控制的範圍 就可能是比其他人來的窄很多 他的那個路線就可以控制的窄很多 那我就知道那就是我的基本功 如果我今天放棄了 把我的動作的誤差去收斂到 從那麼大的誤差慢慢的收斂到窄 那最後再去做路線的調整 我如果提早的去把這些外在的修正技巧 放進來我的打球上面 我覺得就是飲鎮止渴吧 你可能短期內獲得成績的上升 然後你會迷失 就覺得我又可以打到平均200了 那又如何 整場比賽下來 你自己有沒有打準你自己最心知肚明 說到我自己練球的這一年時間 我的飛碟球其實慢慢的去修煉 讓他越來越準 在準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分數是不高的 那當慢慢的 有幾場比賽 我的拳導率就突然就上來了 那我覺得很大的關係跟準度有關 因為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差別就是說 飛碟球大家都覺得他拳導點很多 很多點他都可能會倒 但你真的想要自己貼下去 貼下去貼到第四車第五車第六車的時候 你一定要打到一個你有信心 你覺得你最會倒的那個點 如果你打出去還是在剛剛講的 那十幾塊板的誤差的話 那你丟出去不是每次都是機率嗎 機率隨機發生嗎 你如果沒辦法把自己丟到 你最有機會倒的那個拳導點 那其實你跟一流的選手會有落差的 那以前我可能看不出來 但我學打飛碟之後呢 再去參加州賽 再看那些厲害的選手們 就會覺得 我們球的差別 性力度就在那邊 就是人家的準度 是否他的範圍就是比你在 他的球的繁花 他的反應 然後球平的連動 是否就是比你好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真的也得到很多迷思 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球速比較快的選手嘛 就是我去那個滾巴去打的時候 那 看著其他的那些飛流球 國手們他們的球速大概是在 24到25公里每小時的這個球速 那其實不是很快 但是相對於其他的可能更慢的 我覺得好像選手級大概在2425這邊是差不多的 那我自己丟出去的那個測速箱出來是 30公里每小時 那其實其實是快滿多的 那這個我就一直很納悶 以這個奧運精神來講就是 更高更快更強 然後要團結 要團結這個是新加進去的Gator 那更高更快更強 的這個奧運精神裡面 為什麼 曲球啊雙手曲都感覺就是 出去的球速越快 他的power越強 轉速越快帶來的扭力越大 大家都在追求這個 而飛雷球給人家的感覺 好像都是在控速度 那 我就覺得是這樣啊 那 在很多次的機會 就包括我們那個 之前那些教練的演習課程當中 跟其他的選手們討論 我就說為什麼飛雷球 大家都不把球速打更快 他們說沒有啊 球速快還是有優勢 還是要更快的球速更快的轉速會更好 但其實看起來 結果論就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事情是我 很納悶啊 那我自己球速 三十公里每小時 打出去的球頻效果好嗎 我覺得很差 就 就 傲求啊 那傲求的時候 我就會去想 是不是球速轉速比搭的不好 那即便球速轉速比搭的好的時候 如果我的轉速也加上來 他其實是一個等比例上升的話 那撞頻效果好嗎 其實好像也沒有好耶 沒有好的原因是什麼 是 我在覺得可能是 球頻的重量 就是差不多那邊嘛 可能3磅8 3磅6 3磅10盎司的那個區間 那為什麼大家一直選用11磅的球去打飛碟 一來他沒有球星 二來他的碰撞關係可能得到的結果是好的 那 別人怎麼去見解我不敢說 但是我自己對保齡球的常識來講 我就會覺得說 好 飛碟球 12磅以下 所以他沒有球星或者他相對有一些小的核心 他的球星作動沒有很奇怪 但是當你用到12磅以上的球 他可能是有 比較大顆的球星的時候 你的開法的位置 就會去 嚴重影響到你球的 的走啊 轉法 所以如果你的研究是不夠透徹的 你的球星的位置 鑽的是在你的旋轉軸不好的地方的時候 打打甲會效果會適得其反 甚至會 球在球比前面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減速效果 他就不是加速 那 那當然 如果 你的專孔師 沒辦法幫你解決這件事情 你是一位很好的打者 而你的專孔師 他沒辦法幫你設計到好的位置的時候 你打12磅 那你的分數可能會起起落落 你反而打11磅的球會穩 我覺得這 這是相對的 可能是結果論 那第二就是 越重的球 原則上 他的動能公式也一樣是1 2 mb 平方 所以你的質量越大 球數越快 他原則上他的撞擊力效果是越好 那只不過就是 這樣的搭配下去 是不是這個球 的棒數 不是最好的呢 那 棒數跟球星 他的相對要怎麼樣去提升 那自己 想到這裡 也不知道要怎麼去證明 畢竟我們 沒有什麼機械手背去做那樣的測試 所以 就 露手去測試 最近就開了一顆12磅的球 去試這樣的東西 那12磅的球開下去之後 球瓶關係 果然跟我的11磅的球瓶關係 是很不一樣的 那有沒有達到我的效果呢 其實是沒有啊 一次的測試 哪有那麼幸運 就讓你試到的 這就跟愛迪醫生發明電燈一樣吧 不知道要試多少材質 那尤其是在我們能夠掌握的資訊很少的情況下 就只能花時間慢慢的試 好 那講回到剛剛 第一集一開始的主題就是 突然的 知道說 國手選拔要開始了 那當然也是想著說 自己的程度好像不夠 偶爾會發威一下 那 短期內的均分也達到了200分以上 那如果200分的平均可以維持到30局 那也就選上了 那就是想說 去 去參加 那當然會覺得說 30局那是一個非常艱苦的挑戰 那 自己有沒有準備好呢 就是兩個看法啦 一個就是說 他宣布的那麼急嘛 就是這次國手選拔的消息一出來 我沒有內線消息的情況下 我看到 FB的消息大概就剩不到兩個禮拜 剩不到兩個禮拜 那其實自己準備期就不會很長 因為我的體能啊什麼的都沒有弄得很好 但是就覺得說 那我想去 去驗收一下 那就去試試看 那我這次去參加 比賽的時候 我飛碟球帶兩顆 那兩顆球都是我平常打得比較好的 都是11棒多的 一顆是飛碟球 外星人 一顆是這個 這顆Physics M 這顆我打得蠻好的 因為他也很多選手 這顆球打得蠻好的 他的反應效果都還不錯 那當然就是 我有考慮到 30局 我 如果沒辦法完賽的話 就是 我自己已經又開始失控的話 那 我要 我 我要怎麼辦 那我的想法就是 我可能會用曲球完賽 就 這 這真的是一個 不知道的 說不出的一個情感 就 就 走投無路 回去找媽媽吧 哈哈 就是覺得說 如果我飛碟球 我不知道怎麼辦的情況下 那 那 就因為我可能會亂掉 就是 我自己現在在練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並沒有把自己練到 非常的 強壯 就是 動作穩定 還是心態健康之類的 我還是會 打到自己 突然 招勁去 走中 但是這個 招勁沒辦法進 走中獎 就 就會不知所措的情況下 那 比賽的節奏要繼續進行嘛 那 我就不是那種 會去 跳車 就是 馬拉松不跑了 我們跑得慢 我們也把它跑完吧 那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用 我一直以來 陪伴我的曲球去完賽 那其實我真的 真的就沒有打曲球 那 居然要去比賽 那身體狀況不一樣 我就 開了兩顆 曲球 那 真的講起來很糗 就是因為 這兩顆曲球 我一顆我沒打過 另外一顆 我練過一次 那我原本的想法是 我不會拿它出來打 所以 就是帶著 就是 以防萬一 那我就是去驗收我的飛碟球 好 那講到這邊 大家可能就知道 結果 因為我最終的成績是很不理想的 那很不理想的 原因其實就跟這些事情有關 我這次去打 協會的比賽的時候呢 第一次是用飛碟球的心態 去做國手的選拔 那以前就會聽人家說 飛碟球 在打協會的油很難打 那 協會的平很難倒 這些事情是我 我 聽人家說我知道 但我自己我不知道 什麼叫做難打 什麼叫做 油很難打 球平很難打 這個我真的不太懂 那我實際站下去打的時候 我第一局打的是 唯一的一個兩百分 第一局打二零多 然後 二零多還二億多 反正我還有 還有露解一球 那但是全倒是 有連上 但其實就是 真的不好倒 那不好倒的 原因呢 我自己在判斷就是說 協會的 這一次的油 他打的是 就是新加坡公開賽 然後新加坡公開賽的油圖出來 他們 據說就是按照那個 新加坡公開賽的油層來打 我記得是好像是43尺還是42尺 那 球道是 球道油是比較尖的 所以油量大概集中在中間 那我自己在打起來的感覺的時候 我的球 因為有球速快 那我的球 球速快又在球道油尺長 油量比較重的情況下 我那球真的是超級沒有很像破壞力的 就我的球基本上就是 直直往前噴 然後啪啪啪啪啪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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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原本我在打的時候 我的球速快 我覺得 球速快往裡面壓制到後排球平 5號8號的機率 感覺我覺得比 其他球速偏慢的選手好像是 來得好喔 是有優勢的 但我第一次去打到 協會的比賽的時候 我發覺在這個油層上 我的球感覺 人家就是講噗噗 有時候台語真的 講起來比較有那種感覺 就是浮在球道上面的感覺 它沒有 像輪胎的那種抓地地 你咬不住啊 咬不住的情況下 我的球打到 基本上 可以這麼說 很明白的說 就是 大家講的飛鐵球5分之3的正點 打到就是 球這樣一扭 然後13進去 然後就會 一扭13都會往5 8的方向去壓制 我的球基本上達到 13 5分之3的點 一定不會倒 百分之百不會倒 對 那這個 除了我自己肉眼看 那我也是由 錄影拍下一些畫面來看 那我的球評關係之所以這麼差 回歸過來 我覺得 以科學的角度來講 因為我的球就是 補補嘛 它就是浮在球道上面嘛 所以 我打到它的物理性 它就是沒有辦法把它打倒 所以我的5分之3不是正點 那我後來就試著去把球打後 打到 可能超過5分之4 甚至就是快要正中間偏一點點而已 那真的是全倒點 那真的會倒 那 真的 不習慣打那裡 那 真的也沒那麼準 可以穩穩地打到那裡 因為 你要瞄到一整支的時候 一不小心就真的是一整支啦 那就開花就出來了 開花基本上 就是你可能要貼三車 才有辦法補回一支開花嘛 那就會覺得很困擾 那我就試著把我的點 也有試著去打 那個outside 從外面這樣撞進來 試著去讓那個球尾 可以 比較的往5-8去撞 那我覺得基本上那個 球值的感覺就是 我突然想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 原本在打的時候 我的11棒去撞那十字球瓶 感覺效果是好的 但我現在在打的感覺 就很像我拿一顆9棒的球去撞那十字球瓶 我怎麼撞他怎麼撞他不倒 除非就是很剛好 那 我大概試了一下 就是 前面幾局分數都還是穩穩的啦 就是200多 19 1990 就是都還是顧著到 可能跟平常差不多的狀況下 就是拳倒平打的狀況下 那我就覺得 呃 我的推斷 這三十幾局打完 我不會有任何的表現 我並不會因為說 打到了哪一局 我突然知道怎麼打 而我的飛鐵球會有所突破 因為我會知道 我這一次來準備這一次的選拔賽 我的用球 跟我的 球的關係 這個是 沒辦法解決的 而且我只有帶兩顆球 那我兩顆球的 性能就是 就大概我也很熟啦 就是我知道我無法去突破這個困境 那第二就是 這一次的 尤城 在其他的去球選手打起來 看起來是 欸有按表操刻的 那 他的尤城 呃 ratio 是 三點多 欸其實不算 就是以數值上面看起來 不算難的 不算就是說那種 會打起來分數很低的 那如果說 在有一定的 呃 準度的情況下 可能可以 有機會打到 好的分數 那 我 我就這樣吧 就是 自己的心態 我會覺得說 呃我的飛鐵球的 驗收工作 在三局就完成了 因為我知道 這次的準備方向是 是不對的 那 沒關係我們之後 調整再來 那 在那過程當中就是 我有去磨我的球 那磨球是 在局與局之間嘛 那我自己身上 是隨身都有帶沙子 這個可能打中球的 這個 經歷多 就知道說 我們可以這樣處理 所以我的 兩顆球都已經磨到180番了 那是我手邊最粗的沙子 那打到球瓶的關係 就是完全是 很不理想 那 相對於其他選手的球來講 那我覺得 呃那個劣勢 不是只有一點點 那個是差很多個等級 那我就會想著說 好吧 那 我們 換個 不是我們 就我啦 我就換一招吧 那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 記得幫我們點贊 那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起來 或許這個系列 會不會是 真的 開車的涼拌呢 好 希望得到你們的反饋 拜拜